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卡斯特罗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卡斯特罗总统是首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洪都拉斯总统 你的访问开启了中洪关系新的历史篇章 今年3月,中国同洪都拉斯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两国关系快速起步,开局良好,呈现出蓬勃活力和广阔前景 中洪建交,功在当今,利在长远 中方将坚定不移发展中洪友好关系 坚定支持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发展 愿同洪都拉斯做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好朋友、好伙伴 我愿同你一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引领和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 把两国合作的美好愿景变为实实在在的成果 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洪关系一定会行稳致远,始向光明未来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把牢正确方向,深化政治互信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洪建交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首要前提和政治基础 相信洪方将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中方坚定支持洪方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促进发展、改善民生所做努力 支持洪方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洪都拉斯内政 愿同洪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分享消除贫困、社会治理、惩治腐败等经验 鼓励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地方、全方位开展交流合作 双方要加强战略对接 搭建两国合作机制的四梁八柱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统领,促进共同发展 中方将积极推动洪方特色产品早日进入中国市场 愿同洪方尽早开启商谈自由贸易协定进程 双方要促进人文交流 夯实、中洪友好、民意基础 中方愿同洪方加强多边协作 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中方愿同包括洪都拉斯在内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一道 推动中国拉共体论坛建设和中拉整体合作 卡斯特罗表示 同中国建交是洪都拉斯政府做出的历史性抉择 必将载入史册 洪方坚定支持并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努力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有力领导下 中国取得了伟大发展成就 洪方深感钦佩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有助于建设一个符合世界人民共同期盼的 更加和平安全的世界 洪方高度评价并将积极参与 洪方坚信 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将有助于洪方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 两国建交两个多月来合作的快速进展 使洪方对未来充满信心 洪方期待同中方加强贸易 投资基础设施 电信 能源 科技等领域合作 密切人文交流 洪方愿积极推动拉共体同中国关系发展 相信洪中有益 必将经历时间的考验 不断收获新的成就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 质检 经贸 农业 科技 文教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联合声明 当晚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卡斯特罗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 秦刚等参加上述活动 本代表 目的 军换